认识APCS 课程一开始先带着各位基本的认识APCS 我们透过这里的超连结连接到APCS的官网 在官网这一边一进来当然就看到最新讯息 包含最近的检测日期 检测的公告 那么在这里建议各位 不要只考一次 多去考几次 所以呢多给自己一些准备的时间多考几次 然后你可以用最好的成绩去报名你要的大学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 试题资讯里面的评量架构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因为我们的课程就是要教会你如何去考取这一张证照 或者说在这张证照取得好成绩 那我们就要了解它的测验的范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测验分观念题跟实作题 考试的范围不一样 以观念题来讲从基本的城市设计的基本观念一直到资料结构的除列堆叠跟演算法的排序搜寻 那么在实作题的部分它多出了包括字元跟字串的运算 然后呢 资料结构的部分多出了树状图跟图形 演算法多了贪心法则跟动态规划 我们的课程的内容就是以这里的主题来作为章节 所以我们会先学完这一个部分 然后再来学实作题多出来的部分 那这样让各位在学前面的观念题的时候 你所做的范例 除了可以让你应付观念题也可以应付实作题 那等到共通的部分都学完了 我们再来学实作题多出来的部分 这是我们课程规划的方式 另外我们这个课程是以Java来教学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以观念题而言 它是用C语言命题 那既然是用C语言命题 我们为什么用Java来教学 主要是因为实作题 在实作题的部分 可以选择用C、C++、Java跟Python 针对比较简单的主题 那种基本的逻辑运算 用什么语法 差不多 但是一旦进入到比较进阶的运算 尤其遇到这种题目 有资料结构跟演算法题目的时候 各个语言 基本上都有提出一些API 如果会善用那一群API 你可以省下很多程式码的串写 包括说排序啦搜寻之类的 好那问题就来了 C或C++ 你要学到能够使用那一群API 你还要再另外去学指标啦 参考啦之类的 那种比较复杂的主题 难学难经 很难精通 等到你要学到会用 要花很多时间 好那如果是Python 当然也有那个API 但是它的基本语法 跟C语言又差很多 所以跟C语言的基本语法 差不多可以让你应付观念题 然后实作题又有好用的API 还可以运用的 就是Java 所以我们学Java 可以在实作题这一边 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付出的代价就是 在教学过程当中 我也会提醒大家 某一些基本的语法 在Java这样子写 但是在虚语言是怎样子写 到时候你题目可以看得懂 好就付出一点的代价 但是可以在实作题这边 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好那这是我们这个课程 使用Java教学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是 检测资讯的 检测内容实程 在这里我们看到 程式设计的观念题 有两份测验题 共40题分两节施策 什么意思 它有两份测验题 每份各20题 然后分两节施策 当然这20题都是选择题 观念题都是选择题 那一份考题20题分两节 每节一个小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9点40分到10点40分 一个小时 这样考一份考题20题 另外11点10分到12点10分 一个小时再考一份20题 一个小时20题 那就是一题三分钟 所以三分钟的时间 它观念题就是一群程式码给你看 那它可能会问你 这些程式的执行的结果如何 它也可能问你 它现在这个程式执行的结果是这样 我要怎么改可以变成那样 或者说 我这个程式码这样执行不会过 便利不会过 或者执行错误了 那要怎么改 改哪几行 结果才能够得到我要的之类的 好啦 像面对这样的提醒 就是怎样 你不是只知道 你要练到很熟 所以课程中有一些范例 你要练到很熟 熟练了 才能够在三分钟之内 平均三分钟的方式解开一题 OK 其实是啰嗦一下 重点是练不是学 再来 十做题 四个考题 四题啦 四个考题 考试时间 两个半小时 OK 这边提醒各位一下 这个不是一定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 把这些的内容 直接复制到我的讲义里面去 要带着各位来看官网 就是因为 他有可能会改 所以改天你要考试之前 记得来看一下 不一定九点半开始啊 不一定下午才考试做题啊 他这个也是最近才改的 以前上午就考试做题啦 所以不一定的哦 记得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去看成绩说明 观念题 总共一百分 然后分成五级分 分成五级分 然后 十做题 四题 总共满分四百分 一样分成五级分 这个呢 我们就应该搭配 认识APCS里面的 采集成绩大学校系这边来看 好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观念题的部分 最高要求五级分 大部分 四级分跟三级分 好 当然两级分的 也不错 也有 OK 然后十做题的部分 最高要求四级分 大部分是三级分跟二级分 甚至于有不要求的 所以各位你的目标在哪里 那你的认真的方向在哪里 就要抓对 当然你的目标是观念题 十做题都要五级分 哦太好了 好好练习 好好加油 OK 好 那如果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准备到那么充分的话 那你时间要用在哪里 当然我希望各位观念题至少要充四级分 既然上这个课了 你观念题要充四级分为目标 那你十做题的话呢 就决定了你认真的方向 什么意思 来我们回到刚才的成绩说明这一边 观念题 四级分起跳充五级分 所以每个范围都很重要 OK 但十做题的部分 就不一样了 它的题目一定是简单到难 它有四题 第一题第二题 我是希望你一定可以拿下来的 那是比较简单的 到了第三题 那你这两题拿下来就三级分了哦 第一题第二题一定要拿下来 拿下来200分 200分就是三级分 OK 好 所以接下来就充四级分 后面那两题基本资料结构 能够把它写出来 充四级分 第一流的大学就在等你了 好当然啦 你要到最高级要充五级分 当然一样 每个主题都要熟 但是 如果 时间不是那么充分的同学 把你目标抓对 把你练习的方向抓对 OK 搭配我们讲义的主题啦 到时候后面讲义那边 都会跟各位讲解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在什么考试的时候会用到 用在什么地方之类的 都会跟各位解释 好 所以在这里 跟各位介绍了 这个成绩的说明 跟 大学它采集成绩的方式 再来 我们要去看的是 系统环境 好 那在这边主要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用Java作答 那么 它这边系统环境采用的Java是1.8的 1.8的 然后呢 用来开发城市语言的环境 它用的是Eclipse 这个后面会带着各位来安装 另外 它这里有一个 实作练习环境 这个指的是什么 测验的时候的那个真正的环境 如果你要想要先操作看看 也可以 但是呢 就是自己 先下载这个安装 Vitualbox 然后再下载这个 然后用Vitualbox 来开启这个ISO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那个测验的时候的那个环境 OK 不过没有用也没关系啦 反正现场都有监考人员 到时候你作业系统的操作不大熟练的 或者是你要什么档案找不到的 现场人员你可以举手发问 不要太故意 太老实 有同学回来说 那个这吧 程式码的档案在哪里 我找不到之类的 你现场可以问他们 只要你不是问他 题目要怎么解就好了嘛 操作有问题可以问他们 OK 这是考程式设计 不是考作业系统 那我不会操作 不会操作就问人啊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再去看的是 作答系统说明 进入考场以后 找对你的位置坐下来 当然就看到这个画面 那还不能碰电脑 时间到了才能碰 输入身份证字号 按下登入就进来检测画面 那这是观念题 好 检测时间60分钟 就20题 然后进来以后 就是看题目 然后选答案 然后下一题 或者是快速跳题 建议大家 把题目分成三轮来写 第一轮 题目简单你一定会对的 写完了再写第二轮 题目比较难 但你一定会对的 你看到题目就有把握会对的 但是要花一点时间 这两轮都做完了 还有时间再去做第三轮 你不会的 不大会的 你不一定会对的 题目 OK 那测验过程当中 我会建议各位随时注意 右上角这一个 距离结束测验的时间还有多久 一定要注意这一个 那时间快到了 还有一些没写的 赶快 A B C D 赶快选一选 一旦时间到 连动都不能动 这个作答画面 是这样的 剩下0点几秒 再点一下 不行就是不行 它不让你点了 OK 所以这个 随时注意测验时间 有时候太专心会忘记 好 再来的话 反正你就 一题一题作答 或者是跳题作答 然后到最后面 会出现这一个 结束的画面 最后确认要不要交卷 那这比较没什么了 接下来要讲的是 实作题 实作题的登入画面 跟观念题一样 这边就不啰嗦 来到主视窗 开始测验以后 你看到的是这个主视窗 透过这个主视窗 下载四道题目 跟上传四道题目的答案 都是透过它 当然你可以一口气把四题都下载完 或者要写一题的时候下载完 再下载另外一题之类的 不过我比较建议 前面两题先下载 因为我说过这是比较简单的 你可以选择 你要先接哪一题 然后呢 第三道题跟第四道题目 一样一起下载 那下载完再选择 你看看要接哪一题 好 那么当你按下这个 题目下载以后 第一个它会存在桌面 好 那另外 你会看到有一个讯息的方块 刚下载完会出现这个讯息方块 它会问你 这里有一个取消 然后还有一个开启檔案 并关闭此视窗 你会不知道要按哪一个 即使按哪一个都没关系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讯息 不用担心按哪一刻会怎么样 都没关系 按下取消 它是这个小视窗 就离开 那题目没有开 题目没有开怎么办 你随时可以在桌面上再重开 因为它已经把题目存放在桌面了 只是你现在要不要立刻开而已 按下这个开启檔案 它的意思就是怎样 它会立刻用浏览器 帮你开启那一道题目让你看 那你这边没有立刻开 等一下去桌面点两下 一样可以开 所以这里 没有按开启檔案是OK的 好 那它的并关闭此视窗 它关了谁 当然就 关掉它自己这个讯息 所以没有什么关系 好 那至于外面这个主视窗呢 一样你可以收到最小 可以收到最小 OK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题目下载完在桌面 随时点两下 你就可以打开题目 OK 所以你可以选择 要把题目都下载完再开始作答 还是下载完一题要立刻看题目 都可以 再来呢 比较重要的其实 是这一个 作答的程式档案 但是如果你没有存在这里面 你就存在其他地方 那一旦你换电脑 就再见 拜拜了 主要是为了这个 虽然机会 不大 换电脑机会 不见得 那么高 但是 不能排除 所以会建议你 东西要存在这里面 主要是这个意思 好 那至于说你如何把东西存在指定的资料夹 那这我们后面再来交 现在你先知道有这么一个资料夹 接下来 上传程式档案 好 所以这又是刚才那个主视窗了 你做到完毕 这个主视窗再打开以后 第一个 先选择你要上传的程式的档案类型 你用什么写的 先选这一个 接下来 按下这个上传程式码 就会看到这个选择程式码的视窗 好 那你可以选择 Home 选择Desktop 然后呢 这个Backup 就是桌面啦 桌面 或者是那个Backup的资料夹 去找到你的专案资料夹 那再从你的专案资料夹 找到你的程式码 然后上传程式码 一道题目只能够上传一个程式码的档案 一道题目就上传一个程式码的档案 所以你程式码不要写成好几个档案 写一个档案就好 好 那当然一样 这些技巧后面都会教 只是在这里 先看到了 了解它基本的作答的方式 那你一道题目上传一个程式码 到这一边 跟实作题的作答系统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剩下就是胶卷的画面了 好 接下来我们去印测者专区 这里有一个印测市场资讯 那么在这一边正常来讲 你应该会看到各个县市开放的考场 然后让同学可以依照你居住的位置去选择你适合的考场 那现在你这个画面应该是因为我现在录节目的这个时间 刚好我们受到那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 所以它考场这边还不是很确定 所以才会看到这个资讯 那一样你报名前 记得来看一下 还是提醒各位 随时注意它开放报名的时间 一旦它开放报名 你越早报名 越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市场 OK 那你比较后期才报名 当然 你就只好迁就剩下的考试场地 那可能就比较不方便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报名须知 它只接受线上报名 那线上报名大约检测前两个月开放了 但是呢 你还是要随时注意它的最新的讯息 什么意思 比方说 像现在刚好这个时间点 受到疫情影响 它有做一些的变动 包括说报名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证明你是学生 因为它要让学生优先考试 因为这一次测验数量大为减少之类的 好 改天你要考可能这个疫情已经过了啦 只是说 随时有突发状况 对不对 所以建议各位到时候 一定要到官网这边来注意一下 它的讯息 然后注意一下报名的方式 好 有没有什么变动之类的 OK 最后呢 到这个报名检测的页面 当然就是可以 开始 报名检测 OK 好 好 那么关于认识APCS 就跟各位 介绍到这一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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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